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集為大家介紹的是 力士甘 這款酒在香港酒界幾乎沒有人不認識 不過它在各位飲家的評價中 也是最為兩極 有一批人就對它情有獨鍾 由副牌一路追飲到正牌 另一批人一聽到力士甘這個名字 就已經耍手令頭 為何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我嘗試以歷史、釀造風格和提子比例去瞭解這件事 不過開始之前, 讓我講一點酒莊的背景 Château L'Arcum位於法國波爾多佐昂 Medot內的馬高產區 和當區的王者Château Margot只是相隔幾百米 在1855年的拿破崙三世平級 Château L'Arcum很聰明地拿到second growth 即是二級酒莊 僅次於Lavitte、Latou這類一級酒莊 Château L'Arcum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 不過當時它只是隸屬一個豪門家族 Durfort de Duras 即是現在Dauvin-Vivance酒莊創辦人的其中一部分田產 是後來第一任莊主 將它分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酒莊 才正式叫Château L'Arcum 中間那些戰亂、蟲害 或者轉手導致酒莊品質急轉直下的東西 我就不說太多了 直接進入今日的主題 歷史金在近代史上 真真正正重新振作的 其實是要去到2001年 美國的投資銀行Colony Capital 斥巨資收購酒莊 對它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然後找來Château L'Arcum的前首席釀酒師Dominique Beve 擔任酒莊的總經理 再找來Robert Parker的Best Friend Richelle Hollande擔任釀酒顧問 有這樣的人腳 酒莊想不起飛都難 不過要特別留意 2001年只不過是20多年前的事 但在現在的市場上 仍然充斥著01年前的酒 不過酒莊的歷史東西 通常都沒什麼人會理 所以不排除有部分人 花錢買了些拆招牌之作 然後嚇到不敢再試 其次是釀酒的風格 剛才提到的釀酒顧問Michelle Hollande 一方面被人叫做釀酒界的一代宗師 因為她曾經幫過不少 幾乎面臨破產的酒莊重回軌道 但另一方面 她的理念也有不少爭議 Michelle Hollande和Robert Parker 所崇尚的現代樣造學 是強調果味濃厚 木桶味強的樣造手法 但有不少人認為這種手法 殺死了葡萄酒的思議 手工性和真實性 甚至在2004年 有一套叫Mondofino的紀錄片 將Michelle Hollande描繪成 令葡萄酒口味變得標準化的元兇 而在歷史金真相 就最能夠體現到這件事 歷史金是堪稱最現代風格的 波爾多左岸酒 果香濃郁度甚至會有果醬的感覺 而木桶帶來的煙燻和雲尼那味 在某些年份還會超過整支酒 當然跟隨時間的推移 這些元素慢慢融合在一起之後 會變成一款出色的波爾多酒 但要喝的話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這樣的風格 就連漫畫《神之水滴》的作者 都是用既口實又現代 來形容Chartoulascom的作品 第三樣就是提子的比例 歷史金是馬高佔地最大的酒莊 達到120公頃 但偏偏它的葡萄園 絕大部分都是適合中Melo的黏土為主 造就到歷史金 幾乎是左岸唯一一間 以Melo為主的列級酒莊 和其他以Caps為主的酒莊 完全不一樣 所以對於喜歡喝Caps 那種後勁名利的飲家 突然間喝到一款 果香圓潤的左岸酒 不習慣或者不喜歡 其實都很正常 哈哈 但是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 一款又出名又異記 風格又平易近人的波爾多酒 絕對比起其他列級酒莊更加吸引 再加上平易近人 不單是它的風格 就連價錢都非常相宜 剛才說過 他們酒莊的佔地很大 所以龐大的產量 令到他們的價錢不會很貴 而一間二級酒莊的正牌酒 便宜上來四百多元就可以買到 就算不是最佳選擇 都肯定不會是Bed Deal 而他們的庫牌酒 這款Chevalier De Lascom 更加是不少人的Table Y 它價錢穩定 質素又夠保證 尤其是你有酒局 又不知拿什麼酒好的時候 走進任何一間酒店 都肯定會見到它 當然如果你問我喜不喜歡喝 坦白我都不是他的粉絲 但是葡萄酒 就是要有這麼多不同的風格 大家百花齊放 才能吸引更多人 跌入這個酒坑 至於你是屬於哪一派 留言告訴我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想看更多酒莊的介紹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